他特别霸道 就是他送我的东西 我不要都不行 他以前给我买过那个死亡芭比粉的口红 我觉得丑死了 我根本就不想涂 他还非逼着我涂 那也不是丑啊 因为你长得漂亮啊 这种东西能驾驭得了啊 不是你看 那这个时候是我能驾驭得了了 那我那会素颜出门的时候 怎么就嫌我给他丢人呢 不是因为你没有抹那个死亡芭比粉的那个口红 你要抹了就行了呀 那根本就不好看呀 行行行 强制性送你东西呗 还有啥 对 然后他强制性非送我一条狗 我才不养呢 他可倒好 他就开始跟我清算了 让我把他送的那些什么衣服呀鞋都还给他 还给他 好吧 我还给他 他还不同意 我那时候说的是计划吗 那不是 你说他原来说过上学的时候说喜欢狗 我给他买一条 我就说我上班时候不能陪你 你看到狗了就能想起我来了呀 这这这这 这逻辑不对 怎么就要看到狗就想起你了 就是他不高兴的时候能逗逗狗开心 就当我陪他了呀 至少我应该问一问我想要不想要吧 他总是这样 就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 那你想离开他吗姑娘 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才来这儿的 所以你还挺享受这头老牛对你的好 对吧 但是以前觉得他占有欲强 是因为喜欢我爱我 可是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真觉得他好看 好看 我自己喜欢的都是最好的 我要说的不是这姑娘好看还是不好看 就容颜这件事不是他们说总会随着时间就慢慢的变了吧 那万一他不好看了你还爱他吗 爱 那你爱他什么呢 刚开始认识他时候就被他温柔活泼打动了 现在呢 现在也一样 活泼 活泼 但是这活泼 30岁以后他再活泼还行吗 可以啊 理解了 行了我没啥要问的了 这个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们看得已经很清楚了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真的很多地方确实要批评 他一味的让你听话 你又不是他女儿 哪怕年龄再悬殊 那也不是一个要听话 而是两个人要一起对话 但是我还真看出 他对你的爱 那是真的 只不过呢 他急功近利 他到你的父母家 虽然未争得你统一 但看出他对你爱的唾弃 他虽然希望早点和你结婚 但是又愿意出钱 支持你去考研 这一切都是他的优点 有掌控 但是更多的 我认为里面也有呵护的成分 年龄有了悬殊以后 我们都要正视 可能存在的 有一些认知的不同 这就要相互包拢了 女性是感性的 只要你对他真的温暖 真的宠爱 你放心 不用你自己说 他死死的钻到你的怀抱里 你明白吗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感谢观看